在您看到联邦红兰卡 虽然是美国最大规模的医疗保险计划 但并不是全保 也因此东森新闻特别联手了华星保险 要由资深的个人健保规划师来做深入说明 以上全部不包括 正确答案是D 以上全都不包括 那因为由于正常的 由联邦提供的红兰卡 Medicare Part A和Part B的部分 不会提供给您这个做脊椎症骨 或者是说配眼镜 或者是说做牙齿方面的 这一些任何方面的治疗 所以是说如果您有再申请到 红兰卡Medicare Part A和Part B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购买补足计划 那很多的补足计划 HMO计划里面就有加这一些福利在里面 那同时如果您现在是红兰白卡的用户 您也可以享受到这一些福利 而且针对用红兰白卡 您的开放投保时间 并不是在每年的年底 而是在每年不管什么时候 您有任何的需求 都可以提出申请做更改 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可以咨询您身边的保险经济 但是记得如果您想要 这些额外的福利在里面 您要么就要加买这样子的福利 或者就要申请一个HMO的计划 那这样子才会把这些福利 包括在里面 好 稳站加州亚裔市场当中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济公司 华兴保险华兴制度新系列报导 下一集将继续探讨红兰卡其因健康保险 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